来关心的是最近被骂翻了一个行政院经济动能推升的广告 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广告团队用同样的逻辑 三天只花了1500块钱做了一模一样的广告来嘲讽 到底行政院的百万版本跟民间的千元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记者朱涵瑜 好的就在这个月15号行政院才推出的经济动能推升广告 因为被网友和观众认为批评这个广告内容实在是太空洞 因此在推出之后呢被认为是诈骗集团广告向影音平台来检举而遭到下降 现在有网友Kuso按照行政院的广告方式呢 以一模一样的手法拍摄了一支所谓的推销素食的广告 并且声称呢整支广告只花了1488元引发了热烈讨论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支网友版的广告内容 我们很想用几句简单的话让大家能够了解 但是啊集聚简单的话实在无法说明这么多的政策 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很完整的规划 儿童餐才能卖得出去 好的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的不仅那台词听起来很像哦 就连这个网友也是相当厉害哦 他为了担心大家看不懂还在电脑动画上面直接直接开了双框 让大家能够一一的来比较说他们的版本网友版和行政院版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不过其实啊包括广告里面的四位主角人物啊 不管是背景啊动画装扮就连体型身高高矮胖瘦 几乎都和正院版的一模一样 重点是哦制片的网友指出行政院的广告花了119万 不过这支CUSO版的广告呢 包括OL喝的咖啡啊猪用的灯光 以及工作人员的饮料和晚餐哦 算一算呢总共也才花了1488元 其实哦和行政院的广告相差了有价格800倍之多 不过其实哦按照道理来说 这些网友团队呢应该再把素人的广告通告费再算进去 这样子呢会来的比较精准一些 以上就现场真正状况把镜头交还给本内